据法新社10月21日报道 联合国五家机构当天联合发出警告称 加沙的人道主义状况现在已是灾难性的 他们称医院到处都是伤员 孩子们在以令人不安的速度死去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 在一份公告中提醒称 在10月7日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爆发之前 加沙的人道主义状况 本就已经令人绝望 如今则是灾难性的 五家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再多做一些努力 以帮助加沙的居民们 公告说在死亡率直线上升之前 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可能会出现疾病和医疗卫生能力的欠缺 报道称自从2007年哈马斯上台执政以来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了陆海空全面封锁 贫穷而狭小的加沙地带 自10月9日就成了被以色列全面围困之地 断水断电并被切断粮食供应 联合国称 一个由20辆卡车组成的人道援助车队从埃及出发 21日已经从拉法口岸进入了加沙 这里是非以色列控制的进入加沙的唯一通道 但是这距离联合国的要求相距甚远 因为联合国希望每天能有100辆卡车的物资进入加沙 以帮助那里的240万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罗召开的和平峰会上说 加沙人需要更多的东西 大规模援助是必须的 联合国五家机构说 孩子们在以令人不安的速度死去 他们被剥夺了受保护权 食物 水和医疗 医院里到处都是伤员 平民越来越难以得到主要食品 水和医疗